字幕志愿者 uncommon 喂喂喂 几位朋友多 Creations OK啊? 聲音收到嗎? 各位全民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幾位來自不同區的區議員 我們都非常關注 今年我們有 我們今個月還有十二位的朋友 有四位香港人 現在被扣押在大陸 是未回到下來 我們的訴求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希望重申回家屬的四個大的訴求 包括拒絕官派律師 促請當局給家屬委託的律師見面見被拘留的人士 要求中國當局提供合適的藥物給有需要的被拘留的人士 要求中國當局准許被拘留的人和家屬聯絡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求香港的政府確保香港人的權利得到保障 立即將十二位香港人由中國大陸接回香港 2020年8月23日至今 已經三十幾天了 三十幾天了 一個月了 然而現在的情況還未很明朗 十二位香港人在香港東南方的水力被廣東的海警拘捕 一眾家屬其後透過香港警方收到來自當局的港澳居民 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情況通報表 去知會家屬他們現時在深圳市嚴言安守所被拘留 看得到警方的通知之後 家屬循正式的途徑委託中國的律師前往安守所 嘗試去跟十二位香港人見面 但中國當局要求家屬辦理公證書才可以獲選見面 然而到二事為止 有六位家屬委託的律師被拒絕安排會面 儘管有其中兩位已經帶備中國公證書 但是都不能夠會面 當局更加聲稱被拘留者已經委託其他律師 即是所說的官派律師 意味著當局決心全面封鎖一切 關於十二位香港人的消息 事情發展到現在 這麼多人 十二位香港人 音訊全無 秘密扣押 當中有未成年的人士 亦都同時被扣押 家屬希望由自己委託的律師 親眼見到被拘留的人 希望可以見他們一面 但都不得要領 區政府所謂的實質的協助 其實都只是空口講白話 因此家屬在這裏鼓起勇氣 向全香港人挺身而出 表達剛才四年的訴求 各位傳媒大家好 我是排成區議員大雅文 我其實就不多說了 因為公開信家屬的公開信 我相信大家看過的 但是為什麼發展至今 大家還是很不明朗的情況 或者大家心裏還有一條刺 是因為其實大家見得到 我們香港的政府對著台灣那邊 就不斷要求他們做什麼 但是反過來對著中央政府 但其實就沒有 這種感覺是令大家有種很不信任的情況出現 其實大家都知道應該說了解到 那個十二位手足裡面 各有一個不同的情況 我們其實只不過是希望提供一些人道的援助 給藥物但是是不可以的 甚至乎是他們的家屬都不可以見得到他們 那麼這個情況是令人覺得好 不是遺憾那麼簡單 但是覺得是完全是不得要來 那麼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他們 接下來我們區議員也有一個送戀行動 可能我們不知道 可不可以送到他們手上 但是至少我想讓他們知道 其實我們香港人還是很掛念他們 很想他們可以回來的 多謝各位 要求港府回應 要求港府回應 家屬四大訴求 家屬四大訴求 全港關注到底 全港關注到底 直至平安歸來 直至平安歸來 我們這一年三次的 就是三個分別的請願行動都完成了 那麼看看有沒有記者朋友有不同的問題 那麼我有請 對呀 就手辦那邊 接一接送 接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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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和你 大家看看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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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刚才应该是特首办的工作人员 接了顺利信 其实都想在这里补充两三句话 第一我们会见到现在的市场的发展 是令人相当忧心相当忧虑的 因为在现时的情况之下 我们从未知道到底 这四位的香港人的情况将会是怎样 也都很担心他们 到底他们的情况 到底明天会是怎样 很多人会是很担忧很担心 也都正正是反映了我们 这年多以来的忧虑 就是我们希望香港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核心价值能够守住 就是正正是因为我们希望 香港是我们熟悉的香港 而不是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 我们觉得无力 无力 或者甚至乎是不知所措 我们尝试去要求一些人道的援助 要求一些人道对待的时候都不得要领 所以很希望这么多位香港人 我们一起去关注 持续地去关注这件事 直到他们平安归来 今天辛苦这么多位传媒朋友 如果有传媒朋友 需要找我们的同事 再访问的 我们都会留下的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